我要把卡中99万万亿全部取出来 你好,我要去10万块钱出来 麻烦帮我取一下 我着急用,麻烦快一点,谢谢 今天开早会的时候 行长才发话 银行这个月的支出已经超标 从今天开始 每个柜台存的钱跟取得钱 要达到持平状态 这一大早,没有一个存钱的 你就来取钱 我哪里给你弄钱去 嗯? 小姐姐,你怎么愣着不动了 我银行卡都已经给你了 是还要给你提供其他的东西吗? 系统反应有点慢 我再等电脑反应 等下别着急 不行,不能让他把这笔钱取走 要不然我这饭碗该丢了 小姐姐,电脑还没反应过来吗? 实在是抱歉 小姐,我们银行的网络出现问题了 今天您可能办理不了这个业务了 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隔壁柜台呢? 它那边也不能办理吗? 根据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 我们银行内部系统出现了问题 所有的柜台都不能办理 你也可以重新叫号排队试一下 这十万块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 他还只要现金 这钱没取出来 搞得我好像恶意拖欠 他工资一样 还是给老哥打电话 让他给我送来十万块的现金吧 女士,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这是三万块钱 我儿子给我的养老钱 我也花不到 所以想半个存折存起来 麻烦给我办理下吧 没问题 我现在就给您办理 不过女士 您如果只是存到存折里 利息很低的 我们这里有很多理财产品 无论是哪一种收益 都比存在存折中多 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上次的十万块钱 就是在你们银行存的理财产品 最后十万只剩下五毛钱 他想骗我 以为我是傻子不成 赶紧给我办理 否则我就去隔壁银行办了 女士,我没有欺骗您的意思 不过理财产品确实有风险 既然你不愿意 我现在就给您办理存折 女士,这是您的存折 请您拿好 这还差不多 我助你出门就被车撞 到时候,你存折里的钱 一分钱都别想取出来 不对啊 我取钱 他跟我说系统有问题 但是这存钱就能办理还这么快 难道说 他们银行就是不想让我取钱而已 反正老哥在赶来的路上了 再过去问问 小姐姐 你们银行的系统是恢复了吗 我看刚才那位女士存钱 你都能正常办理 现在我应该可以取钱了吧 他喵的 刚才没注意 我以为他已经走了 没想到还在这 我总不能还说系统有问题吧 有了,没错 现在我们银行的系统恢复了 可以正常办理了 您重新叫号之后 我就给您办理 这是我拿的号 刚好到我 这么巧的吗 小姐姐银行卡给你 我要取十万 女士 由于您取款金额较大 麻烦您把这些资料填写下 等您回血之后 我这边核查没有问题 我就给您申请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一周以后您就能拿到这笔钱了 果然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取钱 刚才借口说银行系统有问题 现在有说我金额巨大 给我这么一大堆东西 还要预约 你们这不是耍无赖吗 这是我们银行的规定 同时也是对你们这些存款人存款的一种保护 所以您如果想取钱的话 就按照我们银行的规定来 否则我们无法为您办理取款业务 还请您谅解 我谅解 我谅解不了 存钱的时候一分钟不到就存进去了 取钱的时候你们条条框框一大堆 这不是为难我们这些老百姓吗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们银行给砸了 砸银行 你好大的胆子 别怪我没警告你 只要你敢有过激的行为 我就把你送进去采缝刃机 银行这做法不就是强盗吗 存钱随便存 取钱就各种刁难 我存的三万块要取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也这么麻烦 放心 肯定会的 前年我也是要给工人发工资 把银行取钱 说我金额较大 填写各种资料 打各种申请 最后我的员工把我搞到法院 说我拖欠工资 我带着上百号工人来他们银行 最后才妥协 没错 他们银行就是无赖 我二十年前 在这银行存有一百万 十年前说要取钱 也是各种提交资料 一直不给审批 这十年间 我每天都来 风雨无阻到现在 也没有个说法 我现在严重怀疑 他们是要把我拖到嘎 小姑娘 今天钱你是肯定去不出来的 填写资料之后就赶紧走吧 一会我就给你提报上去 你你 你 我告诉你们 我老哥可是马上就到 你们要是不给我取钱 我老哥一生气 让你们银行破产 你们到时候 后悔都没地方后悔去 让我们银行破产 小丫头 你是没睡醒是吗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填写完资料赶紧离开 要不然 我就叫保安把你扔出去 你这细皮嫩肉的 要是磕了碰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看谁敢动我老妹 老哥你终于来了 他们银行不让我取钱 这个贵员还要让保安把我扔出去 老哥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原来你哥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呀 还说让我们银行破产 就凭这一个臭送外卖的 小丫头 你是想笑死我吗 敢欺负我老妹 真是不知死活 给我老妹道歉认错 我可以原谅姨这次的无礼 想让我给她道歉 你怕是在想屁吃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里可是银行 你最好对我客气点 否则的话 我报警告你抢银行 到时候把你们两个都送进去采缝刃机 小伙子还是算了吧 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 咱们这些老百姓是斗不过他们银行的 还是按照他们说的来吧 我们的钱存到银行给你们发工资 居然把你们养得这么嚣张 银行我也搞破产了好几家了 不差你一家 最好给你个机会 让我老妹取钱 然后道歉 此事翻篇 否则 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你 我不会道歉 并且我们银行有的是钱 但是今天他一毛钱都别想取出来 真看不上你们这种趾高气昂的模样 既然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那就别怪我了 难道这个家伙真要动手不成 保安保安 这里有人闹事 赶紧多来点人 小伙子不要啊 为这件事情采缝刃机 不值当 老哥 你不会真的要动手吧 放心好了老妹 他们这群渣子 还不陪你老哥我亲自动手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把卡中九十九万万亿全部取出来 小伙子 小伙子 小伙子